大家好 我和大家拍過旅遊片 自從4月份開始 政府將隔離日子由14日變成7日 加上很多不同東南亞地方已經開關 所以小潘忍不住 訂了機票準備會去馬來西亞 因為這個地方由4月份開始 只要你打針和陰性報告 其實已經不需要隔離就可以入境了 所以這次小潘會去那麼多地方 會去東馬 西馬 不同地方去玩 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新片段的話 記得記得一定要按LIKE 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新片段了 我們剛剛關閉完了 經常過程 小潘都兩年沒有錯過飛機了 其實已經很久了 在Check-in的時候 查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查你的Itinerary 查你的機票 打針和你的陰性報告 其實都很快就完成了 但其實也有不少人 比想像中多人坐飛機 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目的去 希望下個月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旅行可以去旅行 剛才坐了大約三個多宗飛機 跟疫情之前都是一樣的 有一餐的飛機餐 而整個飛機餐都是用職用職器的餐具 希望可以提高安全的 同一時間 也看到職員保持清潔 乾杯 一下機很餓 幸好我們身上有一張Credit Card 可以進入Lounge 不說那麼多 立即叫了一個辣死尼媽 拉斯尼媽 其實呢 拉斯尼媽遮一些椰漿飯 和一些咖喱雞 很辣的 但我喜歡的 因為太太沒吃過了 很開胃 睡一晚 今天全天都很累 今晚要好好睡 現在是早上7點20分 比平時更早起一身 昨天呢 又不太睡得著 可能太久沒有試過在外面的酒店睡 準備就坐Domestic Flight去佛羅交易 期待終於才能出去 因為其實去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還在禁區 我們根本就沒有入境 終於到了佛羅交易機場了 剛剛呢 阿Ben 我們的領隊接了我們 我們現在就來著去酒店了 而這一邊呢 我們會一開始見到一個花園 很開陽的 亦都有幾張沙灘椅 可以給你曬太陽 而這間房子呢 我覺得他整間都走一些 類似植民地風格 是一些木系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馬來西亞獨有的 那間房子最特別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我身後面這個 他的浴室 這間浴室說的尺寸 我想基本上 跟香港很多人家的尺寸都差不多 其實就是我身後面這個 你想想一個廁所 就像你的家的尺寸 這裡呢 每一間地面的套房呢 都有一個戶外的百測 沒錯 它是沒有室內的 它只有戶外而已 其實這樣還好 因為呢 去到晚上的時候 你經歷了全日的辛勞 你可以跟一班朋友出來 聊聊聊 喝杯飲料就可以了 好 整個沙灘呢 都是屬於4Seasons的 那總共有1.8km 那個Privacy很高 等一整天 終於有機會下水了 這裡呢 有得借很多水上活動 包括了這些 Cayak 包括了沃浪風帆 如果你懂得玩的話 其實是可以下來玩的 但是記著呢 穿上舊衣去玩 如果你懂的話 甚至可以租整整隻雙體船 你們最想念的沙灘啊 你看這裡 好舒服啊 有沒有像你以前來東南亞海灘的感覺呢 我們經常都說紅樹林 究竟紅樹林是什麼呢 就會類似這些 其實這兩個是一個果實 一枝枝地生在一棵樹上 當它成熟夠重的時候 就會插在地上 插插插插 一大片出來 就慢慢再生出來 現在因為還是旅遊淡貴 岸上其實都見不到任何的船 尤其是你早上來 不是太曬 都是一個好的原因 為什麼你要早點來 好害怕啊 真的忘了看 這裡呢 有一個玻璃的底 那你脫下鞋才能走過去 咦 原來又不是真的很害怕 但離遠看 其實你從而看下去 是真的完全透明 看回下面 當然這裡很高 所以有些位高的機會 所以大家來到可以試一下 但記著脫下鞋玩 嘩 很漂亮啊 那邊其實你看到沙灘邊 那些水很清澈 因為那些沙很淺 還有船加起來 其實整個畫面很漂亮 導遊說這裡已經不算太漂亮 但其實我覺得有點像那些 度假resort的感覺 已經 剛才我們走了少少山 走了五分鐘左右 之後進來一個最大的樂樂湖 其實這裡有很多活動可以玩 除了玩杜牧洲之外 還可以玩一個類似Aqua Ritz的東西 有點像一個水上電單車 就是你拉著它的時候 它有一個動力讓你向前去玩 現在就身處在佛羅加爾機場 即將就會坐飛機去檳城 好 我們終於到了我們第一站的酒店了 我們這次就來住一間叫 Campbell House的精品型酒店 嘩 很特別啊 這裡是用一種人的方式 但又很鮮進的方式 去將行李調上去 嘩 來到馬來西亞當然要試試當地的食物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大排檔 這裡一定要叫四大天王 雞腳 炒貴雕 果汁 我第一次聽以為是喝的果汁 原來真的是果汁 不過寫法就不同 果汁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果汁是一些用米做出來的麵條 配上一些鴨肉 有些是用豬紅或鴨血做出來的 最後這個杏仁茶 有些人甚至喜歡加上一些油炸鬼去吃的 好害怕啊 待會就要走外面 完全沒有扶手的一條斬道 這裡是65層樓高 不是說超級高 但是看出去應該是畏高的朋友都很害怕的 如果實在太害怕我要先去廁所 我怕待會會拉出來 我們出發吧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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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已經很害怕 所以OK 腿快來爆炸了 好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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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害怕 因為你不看下面其實沒有東西 但你一看下面一定很救命 先休息一下吧 很辛苦 終於回到現實世界了 真的很辛苦 中間的過程呢 尤其是有個門 有想過是放棄 推個門回來的 但我覺得暈染都出去了 你暈染都那麼害怕 不如玩完 你以為在下面沒有玩過挑戰 那麼容易結束了嗎 其實上到頂層 68層 一樣都可以玩到 這個Sky Bridge 剛才走出來好像沒事發生 但其實原來整個都是透明的 所以你看到下面 其實那個位高程度 一樣跟剛才那麼厲害 因為這裡看上去更加高 這裡有68層 所以如果不玩下面的挑戰 上到來看看觀看 看下面 一樣都很棒 剛才在頭上 喊到癡了 所以已經很餓了 今天我們來到一間 糧野新潮的餐廳 今天在前面 其實全部都是傳統的糧野菜 包括這個前菜 看上去有點像我們的燒賣 但實際上它是用了一些蘿蔔絲 還有一些魷魚絲 造成的沙角 我們出發了 現在我們準備上雪山 為什麼拿著水泡呢 其實當然我們不是上雪山 馬來西亞沒有雪山 但是就有陽光與海花 所以我們現在就拿著水泡 準備上山 坐一個1111米的滑水梯 這個非常之好 不用你自己去走 它有這樣的 cable car 給你載上去 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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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200米了 200米了 嘩 其實都不是很大的事情 都不怕的 是很長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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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檳城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景點 等一下我們就會坐纜車上升旗山 為什麼這裡這麼有名呢 因為以前英國來到的時候 頂受不到下面這麼熱的天氣 所以在山上興建了很多別墅 住宿的地方 距離地面大概833米 即是跟香港的大東山差不多 好多的 我們搭完纜車上來走幾步 其實有另一個更大的景點 叫Habitat 這個其實是在2016年才成立的 這裡其實是跟大自然很近距離接觸 你看到很多樹林 周邊有很多閃在叫 其實這條橋是新家的 是一條沿浮的橋 中間沒有任何的支柱 那個呢 又是一條沿浮的橋 那我覺得很像是一條沿浮的橋 現在這條沿浮的橋 是不是很有屬於江湖 叫沿浮的橋 就是幾條沿浮的橋 而且是一條沿浮的橋 很像是一條沿浮的橋 是一個沿浮的橋 所以他們會叫做沿浮的橋 也會叫沿岸 下一集我們將會飛到馬來西亞當面 喜歡自然生態的你一定不能錯過 因為我們將會爬到全東南亞最高的神山 亦會見到很多可愛的動植物 記得訂閱我們和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集精彩的內容 下飛機後第一件事是先過來做一個測試 本身有兩個計劃,一個是快,一個是慢 因為我們第二天早上飛,今晚在機場過 所以就選擇慢計劃,本身只等三個小時 誰知一個小時已經出了結果 當你出了結果之後,下載程式 顯示了藍色的話,其實就已經可以走了